總統蔡英文的同性之旅 在當地時間18號過境休士頓 晚間出席喬燕 總統表示台灣正往好的方向改變 她有信心會領導台灣脫胎換骨 同時也感謝與會美國議員的支持 期待台美關係持續穩定發展 這個關係是持續穩定的 I know that through your efforts, this relationship will remain strong. I hop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 govern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remains strong at all times. I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Taiwan. I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that my country has with Taiwan. And I too would like to hav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aiwan to have the best and strongest relationship. 在稍早,總統抵達下榻飯店與僑宴會場時 場外聚集不少僑民 有人支持也有人抗議 對此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郭正光認為 這正是民主的展現 反倒是日前中國大陸打壓接待總統的85度C 他認為這實在是小題大作 本來這是總統訪問美國 不會造成全世界注目的事情 反而他最近因為打壓這個85度C 反而變成全美國一個大消息 世界主要媒體都有刊登 我認為他們得不賞失做這種事情 針對台美關係 總統認為台美關係事實上比以往更為堅定 從川普政府批准任內首次對台軍售 通過台灣旅行法 今年六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新管落成 台美雙方也在促進公共衛生 推動兩性平等和打擊跨國犯罪等方面進行合作 都可看出雙方互動熱入 有了 來吧